正式官宣 WCBA总决赛 第三场开球时间敲定 CCTV5直播 球女沸腾 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 还是发表朋友能够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 和大家说一下WCBA的最新情况 本赛季的WCBA呢 已经接近尾胜 最终呢 四川女兰和 柠檬谷队两支球队 杀入决赛 两支球队呢 也是为争夺冠军做最后的努力 内蒙古女兰在此前连续两年 收获总冠军 今年他们迎来最强对手四川女兰 这个赛季四川女兰 接连引进王思宇 韩旭 与李孟子冲天叹球之后呢 这个赛季他们也是有实力 能够冲击总冠军的 就在之前 两支球队 是进行了两场比赛 因为本级的WCBA的总决赛呢 是三局两胜值 可以说 第三场比赛啊 就会关乎着谁将夺得 本级的总冠军 在此前第一场比赛中 内蒙古队是大部分的 接吻了四川队 拿到开门红 但是呢 在第二场比赛中 内蒙古的状态并不是很稳定 在课程呢 是输给了四川女兰 双方呢 是战争了1比1 随着占平之后呢 将会迎来生死之战 这场比赛啊 将会在明天下午的7点35分正式开始 在此前是正式的关键了本次的开球时间 也就是 3月12号的晚上7点30将会直播 这场焦点之战 内蒙古女兰VS四川队 谁获胜 谁将夺得 本级WCV的总冠军 确实让球迷啊 非常的高兴 可以说 彻底的沸腾了 就在此前 央视也是公布了转播计划 这场比赛 央视应该会进行直播 因为也是关系着中国女兰 可以说一个前途吧 两队中呢 有多名中国女兰选手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发布出好的水平 随着正式的官宣开球时间 球迷运是可以的 今天能够观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将会非常激烈 因为在双方的前两场比赛中 占平之后呢 也都是冒足了劲 争取能够在第三场比赛中 拿下胜利 夺得白天级的总冠军 毕竟呢 正上了一个赛季 谁都不想输 可以说这场比赛是一场火星装机的球舞 肯定会非常精彩 希望两次球运能够为球迷贡献场 精彩的对决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聊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